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为星期日报公布的传单 图片来源 推特传单上写道 是谁直面了恐袭 是谁重建了公共财政 是谁赶回了失业率 是弗朗索瓦奥朗德 故事并未结束 图为弗朗索瓦奥朗德2022推特账号图片来源 推特同样在12日 一个名为弗朗索瓦奥朗德2022的推特账号出现在了社交媒体中 该账号以蓝色为背景 提出的口号是面对 在24小时内 已有超过1200的订阅量 据报道 该账户背后的情况 似乎比单纯的粉丝之源更加复杂 据悉 该账号的申请时间被2011年运营账号的人小心翼翼地删除了所有的信息 并将其打造成弗朗索瓦奥朗德2022的竞选账号 据报道 该账号先前由电子游戏网的成员控制 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与一位名叫雷刚Henry D.Liskman的人有关 此人曾因煽动仇恨和反人类最被判处15000欧元的罚金 而奥朗德本人并未通过公开场合 宣布将要参加2022年法国大选 也尚未对此次竞选造势做出回应 然而此次竞选造势的风波 却引发了法媒的诸多猜测 图为费加罗报 发表长篇评论文章 标题为 奥朗德2022传单 救命 奥朗德要回来了 图片来源 费加罗报 图为一个名为法国问卷的推特账号发起一项投票 问你认为奥朗德能否在2022年胜选78%的人投给了不 图片来源 推特由法国20分钟报发起投票 提问你认为奥朗德能否在2022年回归 目前 17.05%的人投给了似的 马克龙正在受到质疑 50%人表示不 奥朗德十分不得人心 退出了爱丽社工 还有32.95%的人投给了 让他和我们都安心度假吧 据此前报道 法国前总统奥朗德与现任总统马克龙同在法国南部的瓦尔省度假 奥朗德在假期与人们亲密互动 还花了好几个小时 在当地的书店为他的新书全力的教训 签名授书吸引读者 法国前总统公喷 bring with th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